我不是搞童韻的 就是因為我完全沒有辦法 跟大家站在同一個陣線 去捍衛婚姻平權 然後去對抗宗教的某種力量 雖然我們對宗教的言論 我們是非常有意見的 可是我跟宗教的對話 不必然一定要變成 我贊成同志婚姻合法 類似這樣的位置 就是很微妙的一種 我自己的尷尬處境吧 所以大概先講一下 異性戀的婚姻平權 也許有點幫助 對我個人而言 二十多年前 台灣就已經在進行了 疫情戀婚姻裡的平權運動 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是多麼一個父權的社會 一直到現在 社會我覺得沒改變 可是法律非常進步 其實它是一個成功的修法運動 目前我們看我們的民法親屬篇 基本上是符合三個原則 我現在都還會狼狼上口 第一男女平等原則 第二孩子的最佳利益 第三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就是這次婚姻平權裡面的內涵 然後一路走過來 也都符合了這個項目 所以如果男女平等 在目前的民法裡面 已經達成的話 那接下來當然 就是如同現在的同志婚姻平權 你知道就把人再多一些放進來 你知道讓這個平權之路更廣闊 似乎更是一條很順的道路 可是回去檢視 其實要看一下就是 當年那個婚姻 為什麼要做平權的這個修正 其實是來自於很多在婚姻裡 受苦的婦女 所謂的婚姻受害者 那個時候這個對我來說 也是非常清楚的 立地在目的一些景象 比如說勞工外遇啦 這老婆就受不了啦 打電話來申訴就說 我現在要開著車去撞 把全部人都撞死 包括車上的小孩 你知道那種 在婚姻裡面被背叛的那種恨意 然後還有就是他想離婚 可是先生不讓他離婚 反正那種種 然後婚姻裡面不平權的事情 蠻多的 但是那很大的一個很強的動力 是來自於這些在婚姻裡的受害者 他們認為這個婚姻對他很不利 其實這裡就已經 我現在回看就能夠看得出問題 就是說 他受害的關鍵 還不一定是那個法條的內容 而是他在那個婚姻裡面 得不到他想像的幸福快樂 而這個法條修正之後 然後當時大家的說法就說 這是一個父權的濫法 所以讓婦女受害 很快這個語言也就出現了 所以這個動力加上這樣的一個 修詞的平權的語言 就使得現在的女法是修得非常的公平 男女平等 可是這些女人本身的受害 二十多年後 平權法案也過了這麼久了 我就非常突然的收到了 就是當時這個失婚婦女集結的團體 叫晚情婦女協會 我收到了最新一期他們的通訊 然後其實有點錯愕 但是錯愕也是在於不太驚訝 但是有錯愕的感覺 是他們的理事長發表一篇文章 是堅決反對通姦除罪 我稍微念一下他的內容 他說通姦除罪只是部分人士的看法 社會上多數人是不能夠接受的 因為我們的民情 我們的文化 我們社會的成熟度 跟歐美很不一樣 現階段通姦罪應該保留在 讓原配有選擇使用的權利 很多在婚姻裡的人 因為有通姦罪的緣故 感覺到法律有正義在支持他 比較不會恐懼被配偶被判的 可見有法律的支持 會讓這些受傷的心靈 有些許的療癒作用 好我講這個的意思是什麼呢 也就是當時在推這個婚姻平權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一起的去讓女人 在婚姻裡面的位置有所改變 我覺得一點都沒有解放的力道 它只不過是讓我們可以在看似 你知道分公平等啊 夫妻慣性啊 子女監護等等有一個公平的分配 可是女人在婚姻裡面的處境 跟位置其實沒有被控除到 而當時這些女人不敢離婚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社會對女性的污名 譬如說你是一個 就像你沒有結婚 這個女朋友有問題嗎 但是如果你是離婚的婦女 這個女人也是有問題 她在社會上是沒有一定的地位的 現在搞不好都還有一點這樣的陰影 就是說你離婚啦 就是你知道大家賦予無限的同期之類的 也就是這些婦女沒有婚姻的污名 或者是不貪 隨著婚姻平權運動並沒有帶來 我覺得並沒有帶來太多的改變 那他們還在警報著那種 對婚姻的無限想像 我就在想這個婚姻平權運動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而平權到底達到了什麼樣的目標 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在此刻去想想 這跟我們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前一陣子也是跟了一些很有正義感 或人權素養的父母對話 以母親為主 因為當時也是就是有很多社會的聲音 他們也看到了宗教團體的那個大遊行 也感受到對於同志平權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看到我出現 他們就必須跟我表態就說 我支持同志婚姻 這一定要過的 兩個字 人權 沒有另外一句話好講我支持你 然後想要支持我幹嘛 然後我就不知道有口蠻言 就像浩中鋼就是被人家祝福的時候 我就是常常覺得卡住了 因為我那天更想跟他們談的是說 他們對於更101啦 對同志的看法 對同性戀的看法 對一些看法 我想知道他們跟宗教團體的媽媽有什麼不同 這是我會願意跟媽媽對話的一個動力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們對話 先把那個他們對我的祝福放在旁邊 我就開始對話 就很有趣欸 他們支持同志婚姻 但是他們對同性戀不太能支持 很恐怖 就是我在對話的過程 不斷地試探他們就說 對同性戀的看法 然後對於性的看法 然後對於性的看法 我覺得 我就在想 他們就是剛剛說支持我的同一群人嘛 其實我那天都還沒機會講到跨性別了 我還沒講到廁所 我本來準備了一些非常基本的東西 要跟他們對話 但他們把我打敗了 打敗到我就覺得 天哪 這 這代表了什麼呢 我覺得這還真的是一個警訊 對不起 我其實因為最近實在是被這些論述弄得有點 好 我今天講的其實不是很好啦 但是我相信等下有人可以幫我補充 因為我的臉體已經在現場 等下論述的部分要請他 可是我真的很想表達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在看這個同志平權運動 我們說同志有結婚權 這件事情真的如同我們認為同志平權了嗎 或者是同志運動達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階段了嗎 我認為其實不然的 因為很多人在此刻對於婚姻的想像 就像我說那個異性戀的婚姻平權走到現在 對於婚姻的想像是沒有改變的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有能力對於婚姻 對於家庭有一點批判的可能性 檢視的可能性的話 我們就一味地坐在這裡說 對 你要支持同志平權 你搞同志運動你竟然不支持同志婚姻 就是有點說你在幹嘛啊 就是攪局到這個程度 或者是作為運動的絆腳石 你還要把自己搞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覺得這確實是需要我們共同來思考的一個問題 所以以上其實表達了我希望能夠跟大家 進行對話的一些開始 那有些論述也許等一下可以再補充 先講到這裡 好 生物運動走到了 這個只以修法為終極目標 而不需改變主體 也不改變社會結構 這個是極大極大的悲劇 我們接下來要請世信大學姓明醫院所助理教授洪林發言 我其實有點難用我的語言來介紹他 因為他總是很快地就逆出了一般人的想像 今天他要講的題目是 就是站在魔鬼不寫實的視角與世界搏鬥 不婚家 不心正常 不童話 好多不 謝謝 其實我想有點接續上面平妃的講法 就是說如果平妃是在這二十年來就是干涉了 就是一心戀婚家 而且做到非常的讓就是常態運動搖牙切齒的地步的話 我是一個被任何露出的視為和婚家沒有關係的存在 就是無關係到就連現在唯一的一本就是迴背理論專書 自己家庭婚姻連續體出版的時候 就是主編宋還告訴我說老大這個你不會有興趣的 和你沒有關係 就是說我的沒關係就很像是所謂那種三太子 什麼差就是你根本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然後也沒錯啦 因為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 自從和浩中合作然後就是分別撰寫了 還沒有婚家庭之前我想就是說我的位置就變成了 以前是叫做可能是可愛的小魔鬼 現在是就是人人都覺得實在是太過分了 就像小何說的溢豬了的一個什麼 就是人獸也許是人獸的魔鬼之類的 那我其實要談一個比較圓的東西就是酷兒 酷兒跟很多東西的關係 酷兒跟社會運動關係 酷兒跟公共事件也就是不一定是性格 各種公共事件 酷兒跟社會不服從等等的關係 那其實酷兒這個字眼也是就是 就是以一種慘情的講法就是我該負責 我是該負責的之一啦 就是說在1990年代初期那在這麼沸騰的就是 島嶼邊緣的就是集體性就是在操作一些後證文 論述等等 那我在內的一些人物做了一個叫酷兒專題 其實使用的工業是這位就是攝影師的另外一張作品 那我覺得20年20年前20年後 對比下來其實我想談一些東西就是說 其實酷兒在台灣到底有哪些變化以及哪些目前的可能性 那大家都知道說其實如果你是學院的至少是個人文學科研究生 就會有一種很整齊的想像就是說先同志後酷兒 那就是說第一世界的一種想像就是先有lesbian and gay study 然後酷兒不滿了有queer study 就是一種很鮮明的時間順序還有決裂的姿態 但是台灣就如同我講的就是島嶼邊緣就是在 早在我20出頭的時候就讓我們幾個小怪胎 成為酷兒的八生女代人 那其實做了一個就是現在長期來不能說他不好 可是不會是現到我想做的東西 那不可悔的是說即使是在90年代上半段 就是說同志酷兒都是並存的同生的這種情境 其實有一種事況的差異就是說那個時候有同志誰比較是同志 那時候有酷兒誰比較是酷兒 那我在內的幾個人比較是酷兒 也說是一起做專題的其他我也在堂摩 也就是說可能還包括就是我的真正學員的表情 也就是黃稻銘 其實還有一位很有趣的就是現在的同家會的領導人 許秀文也是酷兒 我們都是酷兒 那這個時候的酷兒其實在那個時候就是 其實所實行的東西一樣非常的荒唐 非常的魔鬼 好